本周经过全国层层筛选出来的优秀男演员们 在慕尼斯公司集结 他们在选巴萨开始前 有什么有趣的互动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Let's go Yo Yo 你突然你给个指示 你给个口而已 欢迎各位新人演员 打开自己面前的箱子 Poker face 好极帅 那我们挨个打开给大家展示介绍 好 哎呦呦呦 我是刚刚从海外归来的 Hip-Hop少年 Yan 对 我是爱表演 所以看到这一次 Actor 的这个选拔赛 我想都没有想 就直接报名参加 Yan OK Yan 其实我真实身份哦 是 呃 House 大亨 Yan 普罗旺斯的Sung Sung Dicaprio 我们跟你父亲都有点交情 你得叫我们叔叔 是吗 叔叔们好 叔伯妹的都是 因为我这个身份 所以几年前 和一个叫做罗莉的大明星 有过一面之缘 哦 我印象很深的是 他的经纪人 时刻都在他的身边 我根本没有机会找他搭讪 这一次来到这个选拔赛 在我看来 Wing Chen 在我 Man Wing Chen Fail me 我说Fail you 哦 好 Mum Sen 哦 I'm Sen I'm Sen 好 那我呢 叫做 超级帅 从小呢 也是喜欢这个 绘画和音乐 八岁的时候 诶 能双手同时画好两个鸡蛋 哇 你吃两只蛋的飞鸡 你还画两只蛋 然后呢 就是在周围人见一下呢 我就开始学习歌的乐器 参加演出的时候呢 还曾经和罗莉同台演出过 不过当时我还很小 然后就是没有继续的这个联系 对对对 之后呢 我就想做一些突破 然后对于影视行业就特别感兴趣 所以这次呢 我就作为这个新人演员 然后来参加咱们这个演员选拔赛 就成第一来的 耶 大家好 我叫这个实力派 罗莉跟我是老乡 你看上去挺实力的 确实是被人发觉到了 是参加一个户外的一个真人秀 竞技类节目 叫这个男生女生向前滚 对 滚的应该蛮不错的 确实我们里面有一个选手滚的其实蛮好的 你拿到冰箱了吗 没有拿到 但我们有一个就是 我有一个哥们儿玩的 确实也非常厉害 就是他确实滚得很快 对 曹贤聪 来了这个公司这个演员选拔赛 只管努力 其他交给天翼 好吧 好 就这样 好 你们形容的都是长相 只有我形容的是一个发型 我叫西刘海 你今天刘海齐吗 今天稍微打碎了一点 稍微碎一点 少年敢添花板微分碎盖 好好好 我也出生在一个演艺世家 我这几年在演艺圈 演了一个又一个爆款神剧 的男配角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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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Kelvin 我跟你说 五脸 龙牙上榜 三风令 那确实我都有看过 他确实没有发现你 为什么呢 这些剧呢 是里面的 一个绿叶 在这些剧里面 为这些主角们 挡过鱼 挡过车 挡过刀 所以参加了这次演员选拔赛 想要更多人看到你 大家好 我叫涛人爱 大家都说我是天生的演员 各大表演学院的老师都拿我的 素材作为他们的教学视频 所以毫无意外 我以戏剧学院第一名的成绩 被他们给录取了 结果不小心 在学校的一次辩论赛上面 表现太过突出了 然后我就成为了一名专业辩手 猝不及防有点 格豪如关山就很难踢 然后这个学校的名人墙上 有一个叫罗莉的学姐 我就把她作为我的努力的 这个奋斗目标 就有个这么样的机会嘛 然后来娱乐公司 竹梦演艺圈 竹梦演艺圈 我叫唐姆赫鲁斯 我是一名刚出道的武打演员 哦 那你很能打是吧 要不要展现一下 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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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后空翻什么的 鲤鱼打挺 打坐了打 哈哈哈 我起不来 哈哈哈 诸位扶一下 这不扶 这不扶 我们不扶 我们不扶 不扶 就是武打演员 不扶就对了 这个你既然吓得去 你既然起不来 你为什么叫武打演员 一般导演 到这都喊咖了 啊 我是一名武打演员啊 啊 因为我优秀的业务能力 我接了很多戏 我最有名的作品有六部 嗯 盘中盘 盘中盘二 盘中盘三 一直到盘中盘六 盘中盘 哦 哈哈哈 我过去经历也挺丰富的啊 我在一些剧组 还做过武打替身 然后给罗莉搭过戏 虽然我过去有些很辉煌的成就啊 啊 好好好 但是我决定跟大家同水平的 一起进场啊 哦 可以的 欢迎各位新人演员加入慕尼斯 让我们合影记录下这有意义的时刻吧 来 三 二 一 在演员选拔赛上 六位演员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即兴戏剧表演 他们是怎样大开脑洞 即兴发挥的呢 我们赶紧去彩排现场 看看吧 但我们现场只有两位女演员在 怕你们分身乏术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荡气很满的样子 我这个都市职场戏里面有一段打戏 沈老师要来参加一下吗 我打不动了 我现在遍体鳞伤 齐刘海一点没有时间观念的 这个现在正在计时呢 就赶紧讨论剧情吧 是是是 我的搭档已经和他那个男高在调了 不商量是吧 即兴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实习生 然后呢 然后我想想我们女主找谁 找沈老师来找 不是女生是什么 就是给她送花呗 她的她的身份是什么 是你的女朋友 不是 是你 是你青梅竹马的 就是你们从小定下婚约 你现在的身份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公司职员 然后呢你向他表达你爱意 然后他把你画给扔开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一直他听着 然后我们就疯狂奚落你 这个时候走进来 走进来一会儿我找个NPC 走进来NPC 说三年气已满 请少主归位 然后我说什么 他竟然是他竟然是涛家 他竟然是龙城涛家少主 怎么可能就凭他 然后然后你就开始爽帅 他竟然是龙城涛家